我們先打架今天開始 後座程度要細胺很大 南道館警告交通隊 在南道超頓市区大規模來進行重點選擇 由於一月設置它去 修行車後做新客 共助使用安全大進車 就要進行來開發堂 所以從現在開始 包括南道超頓頂重要路口 健康將各大來實施人檢出地 2月1號開始的話 就會在各國入口後 其他的勤務 加強衛繫安全帶的取締 依規定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31條裡面 要罰1500元的划環 所以聽眾朋友 還有我們南投縣的鄉親跟用路人的話 一定要依規定來系安全帶 那如果說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 沒有系安全帶的話 那這個部分要儲3000元以上 6圈以下划環 那針對這項的規定 本分局將針對這項規定在2月1號起 就是從明天 01年2月1號起 將連續143天的一個大執法 我們針對這項的一個措施 來加強查查取締 在那一般主要用秀行車 如果不照規定 前後做生客都必須使用安全帶 就比竟方出於1500元 到6000元的方法以外 另外 鑑定車 以及右頂方專用這三車上 也都會比較辦理 計程車的乘客還是依規定要系安全帶 如果 駕駛的一個計程車是有告示乘客要系安全帶 那是 乘客沒有系的話是乘客的責任 依規定的話還是要划環1500元的划環 我們的藍頭鄉親的話 拜託 01號開始 是一個大執法的未系安全帶的起立 為了你的安全 大家請幫忙 這支車無論在歐洲就收好安全帶 雖然是一個小小的動作 但對著市面卻是大大的補充 另外 警方也強調 為自貨車一起 中間單位將連續三天 占對歐洲新客 使用安全帶來進行重點出題 車南島館的鄉親 可以多多配合 記者 金氛酸 蔡鳳報道